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山东师范大学摄影系主任聂靳权老师 聂老师有非常精湛的摄影技术 同时又有非常深厚的摄影理论基础 他的课在学校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可以说聂老师上课会造成校园里一种洛阳纸柜外人空巷的效果 那么我们今天把聂老师请来 让聂老师为我们讲一讲关于摄影理论基础的课 这可是摄影理论 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 好 下面时间我们请聂老师上场 今天非常荣幸地和大家一块来探讨 关于摄影的艺术表现语言的一些相关问题 摄影艺术语言 唐奇这个摄影这个艺术 首先我觉得它是一种语言 语言是什么概念呢 语言就是说话 我们的写作 写文章也是一种语言 它是文字的语言 摄影呢 它属于 应该说如果是作为艺术来讲的话 它是一种 这个视觉的艺术语言 所以呢 我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关于摄影的艺术语言 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应该说是一些很基础的一些方面 首先我觉得呢 一个我们也了解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也是一个 那就是摄影 是什么 摄影的一个最基本的解释的问题 这个呢 就像我们 就像找对象 找对象 你首先把那个女孩子名字叫什么 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吧 当然 她的个性啊 她的特点啊 她的喜好啊 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 才追起来 就有办法了 我们呢 把摄影的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问题搞明白 那么你去搞创作 那就做到了心中有数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怎么去做 摄影的原词 它是来自于希腊语 Fot Graph Fot 它是光电的意思 后面的后缀 Graph 它是描绘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摄影的发明之处 也就是1839年 有法国人大概发明了摄影术的时候 给它取一个名字啊 取什么名字为好了 这个 那当然 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呢 那个时候正在这个摄影发明的时候 正是古典主义绘画达到一个 这个巅峰的时期 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发明了摄影 所以当时呢 给艺术界 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界 就是当时的绘画界 产生一个极大的震动 这些画家 也很多著名的艺术家 他们发现 摄影的这个发明 给他们的这种 他们的这个职业 带来了最大的威胁 因为摄影的这种显示能力 比任何一个世界级的顶级艺术家 他的造型更加准确 更加接近于生活 所以呢 好多的艺术家 从其爱工资 认为摄影就是一个要素 他们向这个当时的法国政府 请愿要求 要求呢 废除这个摄影术 当然了 这是一个科技的进步 这是他的这个面试 他的这个向全世界发布 他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了 作为这些摄影的先驱们 就达格尔他们 为了争取摄影 在艺术界的地位 那当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 所以呢 取了摄影这个名字 摄影用光线来描绘 我觉得那就是 他的初衷就应该是定位为艺术的 世界著名的 战地摄影师 罗伯卡帕说的这样一句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离战河不够近 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在这里 我给你重新做个翻译 这个翻译我是这样的理解 这个镜可以做两种解释 一个镜 第一个镜 那就是空间的距离的镜 空间的距离 比如说就说战地摄影嘛 如果你拿了个望远镜 像拍鸟一样去拍 你能拍去 这个感人的照片吗 你没有到战场 你能闻得到战争的消炎的 滋味是什么样子吗 你能知道 那种残酷的场面 怎么去震撼人的心灵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空间的距离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即时摄影师 不喜欢用长焦镜头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 中国的著名的即时摄影师 卢广先生 他就特别喜欢用 S701735这样的镜头 因为他要无限的左近对象 和对象近距离的交流 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感 我觉得在这个近的前提之下 另外一个近 那就是心灵的距离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有这两个距离都接近了 那么你的照片还会不够感人吗 皮特亚当斯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 重要的是情深 而不是景深 当然了 景深也至关重要 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景深它是个技术概念 同时也是一个艺术表现概念 当然一切的手段为了第一 前面两个字情深 这样的作品呢 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 雷兰德拍摄的 拍摄制作的一张 这个摄影作品 他那个时候 他们那个摄影创作 在摄影史的最开端 其实所拍摄制作的作品 我们现在来看 就一个我们现在用电脑制作 重新制作的影像 水平有多大的差别吧 我觉得非常高 非常高 甚至于我们现在用电脑合成制作的这个影像 这个我觉得 还不一定 和这个可以避免 因为他们这个时代 正是 话说回来 又回来刚才 是世界绘画 古典主义绘画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摄影的前辈 为了树立这个摄影 在艺术中间的这个地位 他们呢 首先是模仿了绘画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因为 有好多的摄影师 他也是从画家 直接 这个放弃的绘画 拿起照相机来进行创作 这个时候呢 他们直接只不过是利用了一种新的工具来创作而已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创作的思维方法 他也就延续了当时的绘画的创作 所以呢 这个雷朗德创作的这个人生的两条路的时候 他其实呢 当然了 像导演一样 先画好草图 要拍成什么样子 也就相当相当于 还画一张画一样 先画草图 故事 只不过是最后完成时 把这所有的人物 一个一个的 这个 把他的这个现实中的人物请过来 经过化妆 服装 道具 布景等等 就像拍场电影一样 把这张照片打造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做这样一张照片 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 雷朗德足足的 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六个星期 才完成了这张创作 而我们现在想这样 做这样创作的话 我觉得三天足够了 可能要不了三天 是不是 我们下来以后 再进一步的 来分层面的理解 摄影的问题 首先呢 我觉得摄影 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发展的 所以呢 摄影是 科学与 艺术的 完美的结合 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 当然了 就更加能够体现这个问题 每一次摄影的突变 重大的突变 都适合 这个科学的发展 是紧密相关 摄影的用光 还是技术 也是艺术 比如说 你用什么光 光的色温怎么控制 这都是技术 这都是技术问题 但是 你用什么光来表达这个问题 那就是艺术表达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也通过你的艺术的头脑 来选择用光 摄影的曝光 既是技术 又是艺术 曝光怎么去控制 但是控制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艺术表达问题 照片的后期处理 那当然是技术活 是吧 现在我们很多摄影师 这个技术活还干不了 应赖于这种枪鼠 来帮他干活 这样照片 就是著名的奶滴防灌 是高速闪光技术 发明以后 产生的作品 所以它也是一个 法时代的作品 好 下来以后呢 我认为摄影 它是一种说话的工具 说话的工具 我们是借助于摄影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来说自己的话 就像那个 列维海鹰 所说的一句话一样 如果我用 我能够 用我的说话的方式 能把这个问题 说清楚的话 我就没必要 拿着照相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问题啊 你说了 不管用 比如说啊 他拍了那个同工 他光是说 有用吧 他只有把照相机 拿着照相机 把那个同工 拍下来 眼见为实肉 然后去发表 结果美国政府一看 哎呦 真是不行 哎呦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的照片 改变了一部法律 由此美国制定了新的劳工法 这个同工法 这就是摄影的力量 所以呢 摄影 它是一种语言 是我们一种说话的工具 是一种即以表达思想与情感的一个载体 我们的这个摄影的一种艺术语言 它是不分国界 不分肤色 不分地域 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而我的外国朋友很多 但是基本上呢 我不懂一点不懂外国语 这个外语 平时交流就是靠生菠菜 但是我们一看作品 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一看就知道什么叫OK 这就是摄影的语言 所权递的情感 我们通常可以经由摄影的画面 看出摄影师的拍摄的意图 可以从他拍摄的主题 及画面的这种形式 去感受这个摄影师 透过他的镜头 来表达的那种主题思想 即所谓的论镜头来说话 当然了 每个人的理解 也许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比如说 你在拍一个美女 你把这张美女 这个照片给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也是你想说的那句话 说过什么呢 这是一个美女 她长得很漂亮 头发很长 挂子脸 双眼皮 无非就想说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 当然了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美女 你可能是这样拍了 把她拍得很唯美 是吧 这是一种语言吗 如果你不喜欢她的话 你完全也可以把她拍得不美 还虽然长得很漂亮 长得是很漂亮 像一朵花一样 那我完全可以把她拍得 看起来很恶心 是不是 那当然是通过什么 润光啊 过头啊 拍摄角度啊 还有拍摄时机啊 等等问题 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了 比如说国载队 就是很典型的道理 这个是吧 这个拍了个明星 不是她拍得很漂亮 拍个瓶子眼啊 这个上个厕所 没抬屁股啊 等等 这个时候所表现的 那就是不使她心目中 所认为的漂亮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摄影的语言 所以语言在不同 就摄影的语言 在不同的摄影师的这种 这个表达出来以后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一样 他们所认识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这张照片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读者 包括有些摄影师 也会是很费解的 这张作品呢 是谁呢 这张作品 是这个著名摄影大师 安德勒科特兹的代表作 名字就叫什么 大家都认识 郁金香 就取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名字 也就是一个插在一个瓶子里面的一朵花 而成了这一个世界顶级摄影师的代表作 能不费解吗 其实呢 我觉得呢 这样的作品 它是 有它的 这个文化背景的 这个文化背景体现在哪里 当然了 我觉得 这样的作品是最能够表达 柯特兹的这种 他当时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这张作品应该说 也是他的一个人生的写照 所以呢 也就成就了 这张作品 在他的一个摄影的历史中 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柯特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 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来理解这张作品 柯特兹是一个法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摄影师 而在第二次大战 这个即将爆发的时候 柯特兹去了美国 去完成一个短暂的旅行 去完成一个拍摄任务 可能时间会很短 就是一个月左右 结果呢 战争爆发了 他也没办法回到法国 就在这个时候 没办法回到法国 那就待下去了 待到那里了 干嘛呢 那就是做做商业摄影的 为了用摄影的方式 养家福口 也就成家了 这个历史就这样 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个柯特兹这个人呢 在法国早就是 这个名气非常大 可谓是家喻户晓 但是在美国 美国人不吃那一套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的审美的情感 和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是一个承上英雄主义的国家 而法国呢 是一个文化底润 是非常深厚的国家 它非常深层 也非常的这个 相对来讲 那就更艺术 应该说是 更艺术 更主观 而美国呢 我们看电影就明白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那就是强烈的视觉存济力 一看 哎呦 很好看 很刺激 法国电影就不一样 很深层 一看很耐人寻味 就这样子的 所以呢 他的一种摄影的风格 在美国当时就不引起重视 哎 因为尤其在那一个战争的年代 大家都需要康奋 兴奋剂才行 哎 一家伙能激起人的欲望 那才好 所以呢 当时柯特兹在那里 并不受重视 一方 在美国就是三十年过去 所以呢 他能不郁闷吗 所以 柯特兹拍了这样作品 表达他的心情 表达他的一个 他当时的一种 一种状态 郁金香 我们一听郁金香 就知道 郁金香 他整次和阳光 啊 这个结合在一起 他师父 永远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概念 是吧 所以郁金香的这个 他是一个浪漫 这个爱情高贵 等等 非常好的名词 的代名词 郁金香 在法国 又是 这个 特别受重视的一个 一个化种 克勒兹 自比郁金香 高贵 因为他是很著名的摄影师的 而这一只来自于法国的郁金香 在了美国 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虽然美国的生活环境很好啊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确实很好 因为 有水喝 一杯那么忙 要你喝的 饱饱的 还有呢 植物生长的环境 阳光 有水 有阳光 就足够生存了 也就像我们现在 在哪生存一样 有房子 有票子 那就OK了 这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 喝的不舒服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根啊 没有土啊 还能舒服啊 对不对 所以 接着郁金香 就搭了他脑袋 垂头涮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样的作品 看起来 简洁 非常简洁 但是 产免了很多 他内心世界的痛苦 这就是可乐之 再有呢 摄影是一门观察的艺术 是一门看的时候 还是和眼睛是有关系的 是啊 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讲呢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啊 因为 每个人都很主观 啊 都会按照自己的 理解问题的方式 去理解事物 所以说呢 摄影 最终把你的一种理解方式 用影像的方式 全息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认为 摄影 就是 生命的流行 就是说 我们去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 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 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观察 等等 这都是伦理问题 我想起来 这个去年 我和这个 呃 济世摄影师 那个卢广先生 交流了一次 我就非常感动 他说了这样一个事情 他说 呃 他去拍一个 拍那个 弃音 弃音呢 就是被丢弃的那种婴儿 他到孤儿院去拍摄 结果呢 有一天啊 一个孤儿 死掉了 一个孤儿死掉 一个很小很小的 一个婴儿死掉了 死掉了呢 他去拍摄 去拍摄 拍完了以后 那一个孤儿院的 一个 过月的一个工作人员 可能是 跟他讲 哎 拍完了吗 拍完了 我就准备把这个去扔了 说了 好 他接下来以后 据说 他就像拎了一只小死鸡 拎了那个小腿 就拎起来了 就准备把它扔掉 所以 卢广当时 就特别的气愤 在这个时候 他忘记了拍摄 为什么忘记拍摄 他觉得 他不能拍 如果说是 他觉得 我拍了这样的照片 这么常忍 没有人性的感觉 把他拎了一个人 一个小孩的尸体 将拎得像一只死鸡一样 准备把它扔掉 我能把这样的照片 都拍出来给人看的话 我觉得全国人民都会骂我 我觉得这就是伦理 对生命的尊重 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摄影师的良心 一个摄影师的伦理道德观 好 这个摄影呢 最重要的 它同时是一种选择的艺术 选择的艺术 这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摄影呢 我们平时拍照片 不使你拿了相机 就是像机关枪 哒哒哒哒哒哒哒 扫一圈 也不分辨要拍什么 自己就大脑一片空白 这样子的摄影师 他这叫没思想 摄影最重要的技巧 就是如何从 复杂的现实对象中 选取哪一部分 这一部分 使你认可的审美对象 然后把它拍进来 就OK了 所以呢 摄影最关键的就是 取舍的问题 取舍 取舍的问题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们原来 在外面去画画写生 老是用那个眼睛 这个 得得得 这样子的观察 目的是什么 给自己的眼睛加个框 不愿让周围的环境 干扰你的视觉思维 所以我们平时观察事物 如果是没有学习摄影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拿起相机 也不懂摄影的时候 我们整感觉周围 没什么意思嘛 思空见惯 有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好拍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景物 全部一次性的灌入到你的眼睛里 然后全递给你的大脑 你会发现 很多的东西在相互干扰的时候 你当然觉得没意思 他们相互打架啊 对不对 所以就觉得没意思 所以这时候决定取舍的时候 取景框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性的工具 所谓的摄影的这种思维观察 那就这样带有框框的 我是有主观的 在这个框框里面进行观察的一个方式 我们通过取景框的观察的时候 可以把干扰我们视觉思维的一些 和摄影的主题没有关系的信息 通通的排除在外 一只眼睛指瞄镜头宽放里面 其他的都不看 使我们的思维能够集中的与对象进行交流 我们通常只认为身边的这个事物没有意义 就是因为各种复杂的信息 在干扰我们的视觉思维的原因所在 因此取景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把心灵的影像 从分乱复杂的现实中 抽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下狠心 下狠心干嘛 把你认为最重要的那东西拍下来 大公告成 别的不要 这张照片表现的是哪里呢 表现的是青岛海边 青岛的海滨 青岛海滨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景点 叫战桥 就在青岛的火车站的附近 这是谁拍的呢 这是我们三东城摄影家协会主席 和和梁老师拍摄的一个 航拍的一张作品 这样的作品呢 当然是非常好 然而呢 在这里 我在那个上面画了很多的宽款 这个宽款干什么用呢 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啊 我每一个宽款里面 同样也可以表达海滨城市的这种美丽风光 只不过是呢 我每一个框框 只是表达了海滨城市的风光的一个侧面 一个点啊 就说明这个问题 而和梁老师这张照片 它是表达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全景啊 所以呢 这个框框框哪里 框多大合适 完全取决于 你的定位 你想喜欢哪 你想拍哪里 当然 这个时候直接体现的是 摄影师 你自己的审美的情趣 你自己的修养 好 再下来以后 我觉得 很重要 那摄影 首先还是一个 一门用光的艺术 没有光的存在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摄影师无法进行的 当然了 除了很危险摄影这些啊 这个除味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摄影的造型艺术 其实就是一种 用光造型的艺术 而光线是千变万化的 不同方向和质量的光线 它必然会给 我们一种不同的造型感觉 下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这里有四张照片 这四张照片呢 它是拍摄的一个人 这个人 这四张照片是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希腊人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这张照片是怎么拍的呢 这张照片 我使用的一个 四十五瓦的小洞泡 一个小台洞 那个像碗一样的 里面有个小洞泡 由他老婆 拿着这个小洞泡 我来指费他 要他怎么打光怎么打光 也后来拍了四张肖像 每一个灯光 他体现了概念 所体现出来的 这种人的造型概念 那当然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张照片 它是一个四十五度角的光线 也就是说 把台洞放在这个位置 由他老婆 拿了台洞 往那里一放 四十五度角的光线 造成了这种 这种非常丰富的 这种饮料关系 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清和 因为我们平时啊 看那个 看照片 就喜欢这种光线 因为这种光线的光影的变化 最丰富 所以呢 非常有清和力 所以一看 感觉很有清和力 这个男孩子一看 感觉好像似乎还比较温柔 看起来 而第二张照片 变了 我要求他老婆 拿个灯 放在他的脑袋下面 放在 就一个小洞 你的这个地方 你和脑袋大概有个 这么高的距离 啊 我得跟他讲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是不抬头 那我呢 这个顶光造成的 这种感觉的 也是蛮恐怖的 一种光效 所以呢 我说那这样 我说压力上大 你把 把这个头抬起来 哎 他抬起来 哎呦 一看 马上 这种造型发生了 本质上的改变 哎 然后他那种 犹豫的眼神 告诉我 哎 感觉有一种 非常虔诚的感觉 当然了 他不是像我叫的 我说你这样 你做个这个样子 他也不明白 这个样子是什么意思 而且这样做了 哎 这样出来以后 我觉得 哎 感觉 还是蛮有味道的 哎 感觉师傅 他那种心灵世界 也体现出来了 通过 这种语言 好 再下来以后呢 我把那个灯 放在他的这个 大腿这个位置 还坐在椅子上的 一照 哎呦 他老婆一看 哎呦 很惊讶 那么恐怖啊 啊 然后呢 为了要他协调起来 我就把旁边的 一个水果刀拿着 为了 把这个刀给我拿下 一放 哎 真有的像那么回事 啊 你的 哎 一拍 一看 哎呦 这个 感觉这个人的个性 和这个 都发生了 这个本质上的区别 感觉完全就是 不是一个人 啊 不是一种状态 好 最后 我 把这个台东 放在他的正侧面 正侧面 一看 我跟他讲 我说 我压力三双 你啊 不也有任何的表情 你就看着我 就行了 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也不需要做 我觉得 还是挺帅的 因为 这样的侧光 所体现的这个男人 非常以阳刚之气 啊 这样就 这就OK了 所以呢 不同的润光的形式 啊 其实就是体现的是 不同的 这种造型 啊 因为 事物是通过 光 才能产生 它的造型感的 啊 所以呢 摄影 其实就是 润光造型的艺术 好 再以来 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摄影师必须是一个有思想的个体 著名的摄影师卡拜林还说过 我的心灵 我的思想才是我的摄影 美国摄影师海尔曼斯海尔讲 摄影应该是先想然后再拍 头脑 大脑才是最重要的工具 这个对于任何事情 只要你肯提出问题 这个答案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愿意去思考的人是肯定会有好收获的 那些不用思考 不用大脑去思考拍照片的人 最终只会拍出无数的那篇 你拍再多 你把那个相机拍那儿 一点又没有 拍被子也拍不出一张好照片来 那原因在哪儿 就是你没有去思考 这里举个例子 那就是王小慧 著名的女性摄影师 她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用心灵去思考 去拍照片的人 她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种 她拍的花费 拍的鲜花 拍鲜花吧 我们都知道 所有拍鲜花都是拍的 哎呀 说的不好 难听一点就是恶俗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生机勃勃 而王小慧的花就不一样 不一样 她呢 把花 当然拍的全是特写 特写的作用是把花从背景中抽离出来 拍了她的局部 所以呢 她也就迫使我们这个观众去观看这个花的时候 也就带了一种偷窥棒的心理 捐具于这个小局部 成而呢 也就被这个巨大的视觉春季力而所感动 使我们不得不在感动中重新的去审视发挥 哎呦 这花怎么是这个样子 这个花怎么还能这么有诱惑力啊 对不对 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只是仅仅只是漂亮而已 不是这样 下面我们看王小慧的花 就这样 这里呢 用了九张 九张当然不完全是花 比如说 这张照片 一看 哎呦 好像是花 其实不是 其实花所产生的果实是一个桃子 把它扒了一半 落去桃河来 哎 局部 这个看得像哪里 我就不告诉大家了 自己知道 这是个苹果切的一个泡面 是吧 这个抹蛋花啦 这是荷花啦 各种花的局部 所表现的 它就是王小慧 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 好 还有 最后我觉得摄影应该也是很 最重要 最本质性的问题 摄影是一种记忆的载体 记忆的载体 记忆的载体 他能记录 世界 能把那个世界准确的 影像 记录下来 定格 所以呢 它是一种记忆的载体 比如说 你的出生呢 你的老爹跟你 踏踏拍一张 这个 这个 Metron裤子的那个裸体 啊 这个生日啊 啊 毕业照啊 啊 结封啊 来自于 葬礼 他记录下了我们的爱 我们每一次相遇和旅程 啊 所有的悲欢离合 啊 相机是无处不在 照片就像我们人生记忆的一条平行线 回忆一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 就是从记忆中搜寻他的影像 所以呢 我们在回忆一个人 就马上在大脑里面 脑里面存了很多的照片 咔啦咔啦咔啦 回忆 哎呦 长得什么样子啊 马上想起来 哦 就那样 是吧 记忆中搜寻影像 一张照片 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没有照片 勾起我们的回忆 也许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的成年晚事 也就 在我们 或者是后人 的脑海里 就像电脑一样 格式化 没了 啊 每当我们打开了一本影集 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闸 啊 引发我们对往事的记忆 一个庞大的照片库 就是我们的记忆博物馆 下了以后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一个教授 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生活照 我来把他的生活照 我来把他的生活照进行的编辑 我来把他的生活照进行的编辑 这个编辑呢 比如说啊 他的出生小时候 然后呢慢慢的成长啊 啊 然后开始上学 然后呢上大学啊 啊 然后呢 找了老婆结婚啊 生了孩子 享受天伦之路啊 工作 创作啊 到最后 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 到最后 享受生活 哎 这张照片 记录了啊 这个是个著名画家 张旺先生 啊 记录了他从童年 到现在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所以呢 现在多拍的照片有好处 以后老了以后好回忆啊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大家一看 非常的旧 这张照片讲的是谁呢 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啊 呃 我家生在农村 小时候呢 没有太多的机会拍照片 我记得 我有一张最小最小的照片 是多大了 是一周岁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啊 啊 那张照片啊 拍的是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在我的大脑的这个照片库里面 哎 就是影像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无法打印出来 如果能有一根电线插在大脑里面 能打打出来就好了 没办法啊 是怎样的一张照片呢 那张照片啊 是我脱了光光的裸体 坐在一个脸盆里面 拍了一张一碎的周岁照 除此之外 第二张照片就到这里了 因为在农村拍照片的机会很少啊 我在我妈妈的长大了以后 开始董事的时候 以后也就慢慢的变得害羞了 因为 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裸体 那里会 哎呀 这个小竹竹长得不错呀 所以我也很害羞 所以呢 后来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趁我妈妈不在家 我把那个镜块卸下来 把那张照片拿出来以后 藏起来了 藏到到现在我也找不到去哪里了 如果现在有人把那个照片给我找出来 我愿意花十万块钱来买这张小照片 但是不可能 因为我家的房子已经拆了两遍了 三年前我回老家 我问我妈 我说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还是否能找到 我妈 这个曾乡邸找出的这张照片 我看了以后特别的感动 因为这张照片已经久违了二十多年了 这张照片呢 我当兵去了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 我妈把它珍藏起来了 这张照片 是有一天的一个下午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如果被这张照片 我无法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那天下午 我正和我哥打了一架 正在不高兴 因为我打不过我哥 结果呢 来了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是我们那个镇里面吃国家粮的 那时候就吃国家粮的就是最牛逼的 也是最有钱的 买了一个海蛙相机挂在胸口 在那里过路 他呢利用业余时间 给老百姓拍照片赚到胃快 结果就被我妈发现了 哎 过来过来过来 给我那几个小孩子拍张照片 哎 这种新鲜事情对我来讲诱惑力很大 所以马上不哭了 拍了我们四姊妹的这张合影 那个啊 这是我姐 不是我妈啊 这是我姐 这是我哥 这是我弟弟 这是我啊 这张照片 拍了拍的时候 我现在看了这张照片以后 我记忆悠心 拍摄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能记得起来 啊 这张照片呢 后来也是一直挂在家里 我后来当兵走了以后 我就没见过了 我直到三年前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这个模样了 我一看我特别感动 因为 这个上面 已经被画了圆举笔的线条 啊 这张照片呢 圆照就是这么大一点点 就是 1206465的照片 圆底放大 就这么大一点 然后呢 这张照片呢 比我弟弟 上小学的时候 很主观的 画了一些线条在上面 他表达了 当然线条已经是他的这种 心灵的诡计啊 我哥老婆他打架 我走了以后 我哥老欺负我弟弟 所以呢 开叉 把他划掉了 所以呢 他对自己呢很自卑 因为他小感觉 觉得自己没出息 所以呢 把自己也涂了 他对我还算比较崇拜 对我姐觉得也很好 把我们两个 框在框框里面 所以呢 这个照片上的 每一个痕迹 我都不舍得把它 这个修掉 尽管我能把它修得很好 但是我也没把它修掉 哎 因为这样照片的每一个点 一个 它是记录了我的童年 哎 让我 有了更多的回忆 哎 让我 让我 勾起了我对同时的回忆 哎 如果没这样照片 我不可能想到 我的小时候 已经忘记了 已经格式化了 所以呢 我也是无一的这一张小时候的照片 我又把它 扣头扣出来 又可以把它放大 哎 再现了我的童年 好 下来以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必须搞明白的 那就是 人的眼睛和照相机 有哪些区别 这个问题要搞明白 那么你拍照片的时候 也会心中有数了 照相技术 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来讲 它是模仿 这个人的眼睛的 一种仿生的技术 因为啊 人的眼睛和照相机一样 都有它的镜头系统 啊 测光的调节系统 感光材料系统 和其他相应的附件 其中角膜和晶体状 相当于镜头 这个瞳孔相当于是光圈 受这个大脑支配的 这个测光的系统啊 眼部的调节机 相当于照相机的测光系统 自动光圈系统和对焦系统啊 脉络膜相当于暗房啊 暗箱 视网膜相当于我们的 现在的啊 这个这个CCD啊 视义图就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 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啊 大同小异啊 接下来以后 大家自己仔细的看一看啊 好 好 人的眼睛和照相机 在系统结构上 大致是相仿的 但是 在使用的时候 那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很多的不一样体现在哪里呢 好 比如说 这张照片 你看 我们看到室内的同时 看不到室外 因为室外光线很强 啊 所以呢 由于光线的反差很大 所以造成了 这个 你照相机只能看到其中之一 而第二张 想把室外的景物看清楚 那么 房间里面曝光不足了 啊 好 再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讲 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这个问题呢 当然了 这个 一张好照片 应该是什么样子 啊 呃 其实呢 我觉得作为艺术来讲 它是没有标准的 还不应该有标准 啊 因为每个人的就出发点 逆走点 主观思维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应该有标准 但是呢 我这里还偏的讲一个标准出来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标准 其实指 就是一个符合于 大众审美习惯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还是有的 因为 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是 人们在长期的深刻实践中 有一个共同的 以共识 以共识认为 某个某个东西 那就是好的 只要这样子 那就都是好的 啊 比如说 美女嘛 呃 一个统一的标准 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啊 挂着脸 呃 什么什么 单眼 双眼皮 呃 等等啊 这一系列的标准 使人们在这个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整理出来一个共同的标准 大家都认为这样做 没问题 这就是大众审美习惯啊 只要符合于大众审美习惯的 那这个都是八九布里斯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啊 呃 当然了 作为初学者 作为刚刚入门摄影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传统概念 大家还是要去有所了解 然后呢 再去搞底的创作啊 好 当然了 我们怎么去评判 怎么去读解这个影像啊 那不我们首先是要根据直方图 来检查照片的曝光情况 这直方图 涉及分布在直方啊 直方图中的阅读方法是怎么阅读的 这就是直方图啊 大家都啊 都见过 都在数码相机中间 每拍一张照片 都可以把这个直方图 马上可以调出来 检查他的 直方图的分布情况啊 这个非常重要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养成习惯 每一次拍完照片 立即检查的直方图 如果不行 立即删掉 纯情拍摄 这个直方图是这样读解的 呃 直方图的这种波形啊 在这个平面中间的分布 上下指的是它的像素的多少啊 像素多少 像这样照片 这是一张照片的直方图 所以现在就体现在是 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影调层次相对比较多 在照片中分布的很多 这样照片中间没有死黑的一片 也没有死白茫茫的那种死白的一片啊 这样照片 那当然是一张非常合理的照片啊 好 这个 刚才这是正坐标 正坐标 这个高度 表示像素多少啊 啊 而这个现在红坐标 所体现的 是它的亮度范围 亮度范围是指的是 呈黑 呈最黑到最亮 的一个分布的范围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直方图所体现的就是 这张照片中 所体现的 这个颜色 这个这个灰色 这个灰色 在这张照片中比较多 其次 使这个亮度的颜色 在这张照片比较多一点 再其次 那就是这个颜色 比较暗的颜色 再其次 啊 当然再有 这个最暗的 在这个照片中间 也有少量 少量的影调啊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照 这个直方图来读解 这张照片的影调的分布的情况啊 啊 好 更加直观一点 我们来看 比如说 这样的照片 这样的照片是在 新疆的塔斯库尔干拍摄的 啊 新疆的塔斯库尔干嘛 呃 因为号称为 离太阳最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光线非常强烈 所以呢 这张照片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影调 那自然也就 呃 呃 更加丰富了 啊 所以呢 亮的地方还很容易溢出 啊 因为 光线很强 它的白色的陀金肯定是高光溢出了 啊 所以在这个上面体现在是 直方图的这个 红坐标 这个波形已经顶到头了 也就说明这张照片的亮 亮部最亮的地方已经曝光过度 然后呢 由于光线很强 所以暗部有的地方已经失去细节 所以现在显示的是暗部也在顶到头了 这个红坐标两头都顶到头 这个时候说明亮部曝光过度 暗部曝光严重的一塌不动 就这个意思啊 同时呢 它的中间的影调也是非常丰富 啊 这些红线所指的就是大概的影调的位置关系 啊 这下来以后大家再好好的去研究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下来以后 我觉得一幅好照片要有 必须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这一点至关重要啊 一张没有主题的照片啊 就感觉是很乏味的啊 一篇好的文章啊 必须要有一个尊秦思想 哎 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尊学的时候 上语文课 多一篇文章 老师每一次都是要我们整结尊秦思想 然后呢 再找出尊秦段落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要借助于这篇文章 要说明一个道理 讲述一个故事 否则就失去了写这一篇文章的意义 所以呢 我们拍张照片也是一样 你整得有一个尊秦思想啊 你说拍美女 你整得拍一个美女在这个照片里面吧 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也经常是 我们很多人会经常认为 哎呦 反正我照片也拍不好 原因就是 碰不到今天第七鬼神的这种题材 所以呢 也就造就了很多人 老想跑西藏 跑新疆 找那个 哎呦 哎呀 这个老太太 你看看那个作文 哎呦 太有历史感了 太有生存了 这样的主题 哎 所以啊 我觉得就是也是摄影的一个误区 啊 当然了 这种摄影的劣奇心理 还也倒是也是一个方面啊 哎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也要 问一下 就是难道世界上所有的啊 世界摄影史上那些最经典的摄影作品 那都是那种啊 今天第七鬼神的这个主题吗 也未必是 是吧 我们算一算也很多啊 你看 维斯顿的一个辣椒 那也是世界名作 是不是啊 哎 这个这个 我们朋友的一个一个 废弃的烟头 那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是不是啊 哎 所以呢 我觉得 关键是还在于 你是怎么去理解生活的 你的思想 你的心灵 你怎么去表达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啊 至于去哪拍照片 是不是跑到 哎 一定要跑步跑西藏 我觉得都是次要的 哎 有很多著名的摄影大师 还没去过西藏吧 哎 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啊 作为这个摄影师来讲 细心的去观察身边的事物 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啊 好的主题 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观察生活 感悟生活 是我们摄影师增加这种文化积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课题 哎 比如说这样的照片 这样的照片呢 你看 这张照片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是表现一个关于摩爱主题的一张照片 他的这样的照片 所有的视觉的造型手段 都是紧紧的围绕 这个摩爱的主题 而展开的 啊 这张照片 整个贯穿画面的 是这一只大手 啊 同时 借着大手 也像一根线条一样 引导了我们的视觉 落到这里 就是什么 视觉中心 因为 为什么 视觉中心放在小孩子身上 因为这是表现摩爱 摩爱的落着点是什么 摩爱的落着点 可能是宝贝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那 它就是中心了 啊 贯穿整个画面的一只大手 那当然是 摩爱的全部 这只手 就像一条弧线 弧线 我们 哎 你看你解释过的 说哪个女人漂亮 哎 哎呦 这个 这个线条不错 哎呦 线条不错 所以弧线给人以美好的感觉 柔美的感觉 所以你看 这条弧线 贯穿整个画面 摩爱就是伟大的 就是一种柔美的概念 啊 所以呢 在由 母亲所处的位置 孩子所处的这个位置 他直接也影射了 关于母爱的一种无私与伟大 啊 我们都知道房金平钩 是吧 把小孩子放在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位置 而母亲放在旗次 按脚 推到一个旗次 啊 是不是啊 好 再下来以后 我觉得就是 一张好的照片 必须得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主体 啊 也有一个主体 一张好照片 要有一个完整的视觉结构 这个视觉结构 就像布勒松讲的那个视觉结构一样的概念 啊 在这个视觉结构中 必须要有一个有意味的存在 也就是说 一个主体 有意思 嗯 这个具有意味的存在 就是我们 讨论的那个 趣味中心 啊 也就是我们这样照片的主体物 一旦没有引人注意主体的照片 是很难引起我们的审美想象的 看什么 那七八糟一堆 好像谁都是老大 在那个里面 那里怎么去斗解他呀 是不是啊 嗯 我们吃饭还分别煮吃的 谁做哪里 谁做哪里 你看就知道谁是老大 是不是啊 嗯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明确 啊 这是阿尼哥蒂斯的这个iPhone摄影 那 就非常明确 啊 这就不用说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好 第四点倒是 简洁是才能的子位 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 偉大的文学家 契科夫 讲的一句话 叫 简洁是才能的子备 啊 才能子备 还用文学的概念 来讲这个问题 是说什么呢 就你写文章啊 不要废话 啊 不要废话连篇 说该说的问题 该说 说该说的话 啊 啊 在摄影的视觉语言的运用层面 我们仍然是需要简洁 大方 啊 这好比我们讲话一样 有的人啊 用几句话 几句简单的话 就把一个问题 说的点子上 哎 有一些人啊 讲一个问题 啰哩啰嗦 啰哩啰嗦 啊 啰嗦的这个人听烦了 还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啊 正想一脚把他踹跑 啊 就 所以呢 这样的人啊 就很麻烦 我们一般都不来喜欢打理 哎 所以我们整次喜欢那种 做事 说话 干净利落的人 啊 这个不愿意听 啰啰嗦嗦的话 有的时候呢 与人说话 也是一样 零少物多 不要乱说 说多了 为出问题 也是一个道理啊 啊 第一点 是否 把 距离 几种道理 要拍摄到那个主体上了 然后呢 是 是否已经把抓住了 最能反映这一个问题的 关键性的部分了 第三点 是 是否把分散距离的东西 全部 避开了 没拍进来 第四点 是否把 不必要的东西 全部舍弃掉了 第五点 是已经把画面 是不是简单到了 单一的背色体了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狠下心来 指派里想拍的东西 啊 在于呢 你的主题是否明确了 还有呢 你的背景 你拍摄的那个背景 是不是 还有东西很突出 哎 又是很跳的东西 你把它拿掉 或者说 用前面的东西把它挡住 都想办法 好 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 就是 这样的照片呢 是 著名摄影大师 曼蕾的作品 大家都见过 第一张照片 我们看到了 拍的比较全一点 连嘴巴拍进来了 但是 这张照片的定位 人家就是 玻璃 内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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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和眼睛有关系 和嘴巴没关系 刚才把嘴巴咔嚓去掉 这张照片简洁了 所以也成了世界名座 如果上面那个照片 它打死它 成不了世界名座 那关系也不管用 所以这张照片 那就是 人家很简单 但是 它是它的代表座 这张照片 在1993年 这个 伦敦的索数笔拍摆会上 就拍到了19万多美金 那现在值多少钱 那就可以去考虑考虑了 那至少上百万了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张照片 就是在花费市场 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看起来似乎 能看一下 好像也还错乎 但是 还是做的远远不过的 其实就差一点点 其实好和坏之间 有的时候就差一点 你看 稍微裁掉一点点 把那个多余的东西 这个脚上 这个小东西 这个去掉 画面简洁一点 诶 视觉印象更强烈一点 那就OK了 那就是一张好照片 其实想拍张好照片 也是蛮简单的 在取舍的问题 取舍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法与加法的艺术 我们都说绘画是加法 往那个画面里面填东西 这个摄影呢 是从画面里面剪东西 其实我在这里提出的 不是这样 不仅仅是这样 摄影不仅是简法 也是加法 来 我们现在慢慢来讲啊 摄影最重要的技巧 就是如何成非常复杂的 那种现实生活中 选取某一个局部 把它拍下来 成为你的作品 就是把现实物 变到像子上 成你的作品 就是一种拿现实物来当地的作品 只不过是你认为这个好 那就OK 就这样 因为审美是主观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漂亮 你就觉得那个女孩子漂亮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两个审美倾向不一样 都很好 只不过是有区别 审美的趣味不一样 有些喜欢胖一点 有些人就喜欢那种瘦骨铃熊的 它不一样 有些看来 骨头都露出来了 很恶心啊 不一样 这种取舍 就像绘画写生一样 是摄影创作成败的关键 这一方面呢 取决于我们的创作故事 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离去修养 还是不在什么时候讲的 只能依赖于修养有素的本能 所以呢 我们决定拍摄对象的一个 各个部分 看清楚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怎么过图 怎么用光 那就思考这些问题了 好 这个呢 下来以后大家好好地看 好 简洁的画面表达 不仅是我们拍摄创造时 应该注意的问题 同时呢 也是我们衡量一张作品 成功与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俗话说 创作是加法 这个 摄影创作是简法 这个 所以呢 这个简法就是体现 你是不是把画面已经 剪到了一个最简洁的地步 少的不能再少 但是还能把问题说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一下啊 既然简单 那我就拍人只拍一个眼镜算了 那你为什么不拍个眼镜子算了 是吧 那还有呢 那里面还可以再缩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简洁是一个方面 但是 我们还要把问题说清楚 你想说什么问题 这是很关键的 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照片 是给那个 昌平 这个上月艺术区的 一个著名的雕塑家 黎塑家 曾于葵先生拍的一张肖像 这张照片拍了 拍了第一张以后 我觉得 我觉得这后面 老的后面 还有两个 啊 移术 有点破坏 他这个 头型的一个造型的表达 所以呢 我就把它帮走了 拍了第二张 剪法 剪了第一下 剪了以后呢 当然好多了 但是我后来又发现 哎呦 这后面还有一点点 影响了前面这个 黎塑 它的造型的表达 哎 影响了 哎 稍微感觉的差一点点 去了它 哎 同时呢 又重新的调整了 这个 这个 艺术家的 它那个坐姿 要变得更舒服一点 舒坦一点 自然一点 这样子 就OK了 哎 所以呢 郑老师 对这张照片也非常满意 其实就那么简单 啊 好 这张照片 表现的是夏天啊 很热的一种状况 哎 我 用电风扇 把人物的头部 通过遮挡的方式 把它去掉 表达了 它是一种状态 和人脸 长的是什么模样 没有多大关系 我就干脆把它卡塔去掉 好 这张照片 当然 我们应该见得很多了 这是一张大师的作品 这个画面 当然是非常简洁的 为什么选择一个 虎视的角度 因为我们也都很明白 一个呢 一个 号 如果是平视的话 这个号的那个喇叭很大 会把人脸挡住 对人的那张脸的造型表达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 第二 我们就看 这个 吹号的 肚子大 肚子大 平视 挺到前面 必然也会影响画面的表达 所以呢 摄影师 很聪明 俯视 仰头 把它的精神状态 体现到一个极致 画面非常简洁 非常好 但是呢 又来了这么一张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是吧 这个更简洁的画面 啊 能给我们造成更加深刻的视觉印象 当然了 那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也认为 摄影 它也是一门加法的艺术 怎么加呢 我们下来看 这张照片 是在我们北京的798的一个角落里面拍摄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充分地展现了这个798特有的这种建筑结构形式 也是非常有意思 它的形式体现出来一种过程的关系 就提现了这个摄影师对画面结构的这种理解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还相对就出现一些 还体现是建筑本身的这种形式美感 啊 然而 我们 在这个基础上 加了一点东西 变了 加入了一个生活的内容 两盆小花 在那个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 刚才这样的空间里面 就相对显得就更空了 现在就显得就有生活内容了 更有生活气息了 那么现在我们所理解的 不仅仅是它的建筑的结构形式了 好 我们再下来 OK 多了个人进来 诶 有了人 那这个画面又变得更生动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我们发现 加法 对于摄影创作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也经常会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摄影师 万一某一个地方 蹲在那里 就不动它了 还以为还有什么毛病 结果上去一问 你干嘛呢 哎呦 在等人呢 等谁呀 我想要哪个地方 出来一个人 在那过去 有一个点景的人物 是不是 这就是 这个时候 这个摄影师 就是运用加法 加法 比如说 有好多摄影师 等光线 也是加法 是不是 就是啊 啊 啊 好 再有了 曝光问题 曝光问题 曝光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 但是曝光还有主观与客观的问题 曝光是摄影艺术表现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怎么去用光 用这个曝光组合 还就不一样 哎 我们知道拍一张照片啊 这个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曝光组合来拍摄这张照片 都可以拍出来 你能看到影像 当然了 我们是有要求的 有的时候呢 我想要景深大一点 光圈大一点 光圈小一点 然后呢 再以通过呼吁率的关系 把那个光圈速度进行调整 来拍摄 所以呢 在有了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张照片亮一点 或者需要暗一点 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曝光 一个是技术问题 最关键的 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曝光 需要哪一种曝光组合 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就是创作问题 所以呢 这个 啊 菲利玛帕特森还讲 要记住 对于任何拍摄的对象来讲 唯一正确的曝光 是你本人愿意采取的那一个 所以 你必须决定 你需要什么样的效果 如何去 并且如何去达到这个目的 也就是说 你将采用什么样的曝光组合 所以我现在再提出来一个准确的曝光和一个正确曝光的两个概念 那准确曝光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啊 是一个客观的概念 这个客观概念就是 啊 我们拍一个东西 要把它拍的 在照片上看起来 和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颜色 这个色彩 包括它的亮度 包括它的质感 一模一样 那就是准确曝光 达到目的了 啊 是一个从客观的概念 广告摄影就学这样 啊 要准确的还原 它是一模一样的 产品的质感 而我们这个正确的曝光 为什么说正确 那就是 使我们的摄影师 主观要求的 主观概念的正确 啊 使我想要达到的某一个目的 比如说客观对象 是一个很亮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拍的黑亮了 在画面中表达 出来以后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就需要啊 暗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主观的控制曝光 要暗一点 啊 所以呢 准确的曝光 我们是一种在线生活的真实 而正确的曝光 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是你心理表达的 你的思想表达的 一种真实啊 正确曝光是一个啊 艺术的标准 它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好 这里我给大家呈现一张照 一张照片 这样照片呢 是我在上学的时候 在北京电影学上学的时候 拍了一张照片 这样照片呢 呃 其实当时是晴天 突然天天边飘来一朵云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啊 所以当时呢 我就用啊 按18% 18度回的标准 这个测光拍摄 拍出来以后 非常准确的在线的对象 啊 这个 呃 然后呢 当时这张照片 究竟不是我所表达的那种概念 所以我重新的调整曝光 减低曝光 拍摄了第二张照片 表达了天安门广场的气氛 但这种气氛 那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啊 这种啊 风雨欲来的这种概念 啊 用准确曝光的形式 表达的这种概念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所以呢 那第一张照片是客观准确的曝光 在线现场的真实状况 而第二张曝光 主观的控制的曝光组合 啊 达到了我所表达的一种主观的情感 啊 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一种 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啊 对于天安门广场的理解 好 最后呢 讲到影像的清晰度的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影像的清晰度 我们所拍摄的照片 只与两种状态 那就是要么清楚 要么模糊 我们在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希望 我们的照片 能够尽量的清楚 因为你拍照片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把对象记录下来 然而 在摄影艺术表现层面 我们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一张 非常虚乎的照片 比清楚的照片 好像似乎更加有表现力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表现一种 说不清楚 道不明白的一种概念 啊 所以呢 建于此 一张虚乎的影像 是我们在拍摄 与制作技术方面的失误呢 还是主观 这个层面的故意而为之呢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首先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 那是什么 那是 你的画面 太虚了 为什么虚啊 能看明白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画面虚了整体虚 还是虚了哪一个局部 啊 第三 是你的主体虚乎 还是你的陪体虚乎 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主体虚了 你的时候 就感觉到不对头 主体的虚了 那陪体很清楚 那第一眼就看到你的陪体 那不对啊 然后呢 虚的程度是多少 啊 虚的程度 这很重要啊 这个度的把握 其实我们做人做事都是一样 啊 处理问题 你要把握好度啊 你把握的过度了 那就很麻烦 啊 有的时候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哎 就说话做事啊 干嘛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处理照片也一样 啊 在于呢 这种虚 是否 啊 让你由此而产生的 一种想象的空间 这个 我们一看就明白 好 这张照片呢 是 我在 2004年 不是我拍的 啊 是中国摄影杂志 刊登的一期 动物参考的 叫薛挺的一个摄影师拍的 我觉得拍的很棒 很好 啊 他 我觉得呢 他通过这种虚乎的影像 把一个动物的心理状态 都表达出来了 同时 也表达了 一个摄影师的 一种关爱 啊 他对动物的一种理解 你看 啊 我们还没看到 树条条 这个树条条 是什么 铁栅栏啊 这是什么 一看就是一只野兽啊 并且一看是一只猛树 绝不是一只兔子 因为虚而有度 我们看到这个动物是什么 准的动物啊 啊 这个拍摄的方式 是什么方式啊 你看哎哟 追一拍 追一拍是体育摄影 经常用到的 追一拍是表现运动的 所以摄影师在这里 用着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表达 表达了 动感 动感是什么 动物 对于猛兽来讲 奔跑 是动物的天性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跑不动了 也就意味着他的死亡 跑不动了 意味着他会被别的野兽吃掉 跑不动了 意味着他找不到粮食 没饭吃 饿吃 所以他必死无疑 所以奔跑 对于他来讲 是他的天性 而在这里奔跑 那我们就能产生更大的怜悯之心 一看哎哟 这个时候就不是天高任要非啊 这个时候他是在笼子里 来回的徘徊 徘徊干嘛 还有烦啊 在这里面跑不出去啊 在这里面空间还小了 难受啊 是不是 所以呢 通过这种方式 这种摄影的语言 表达了 摄影师 对于动物的一种心理状态的 一种理解 认识 啊 总之呢 我觉得啊 对于摄影师来讲 照片清晰不清晰是没关系啊 关键在于你的大脑清楚不清楚啊 你的大脑稀里糊涂 拍出照片也是个稀里糊涂的啊 这个对于创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山东省的领导干部啊 副省长拍了一张照片 他用领导的智慧 用到了摄影艺术上来讲来了 非常聪明啊 虚而有动天鹅啊 但是又能看得很明白啊 用虚伏的影像来表现天鹅的运动的速度感啊 成一个侧面 这种运动嘛 那当然体现的是一种大自然的生机勃勃 这张照片是我两年前带的学生去北京 考察来表现考察 在圆明园拍摄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我使用了一种拉镜头漫门拍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样 拍这个景的人 我觉得 怎么知道在全世界有能手取一千万来啊 只要路过的人都会拍一张啊 留作纪念 如果我还是那样拍的还很清楚 那也也就只是做个纪念而已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 没看到想象就知道这个样子 它已经是一个中国趋于历史的符号 所以呢 我现在用了这样的一个影像来进行表达 使用漫门加拉镜头的办法 使圆明园废墟上的这个典型的形象 带来一种放射性的这样的一种虚发的影像 带入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啊 引发我们对于这个历史的回忆 追忆啊 反思 这就是这个拉镜头和这个虚幅的这种办法 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视觉的理解 否则不会 因为 看多了那个清晰的那个样子 已经视觉疲劳了 已经看多了就不想了 啊 这样的照片 这个是上海的一家画廊 叫全摄影画廊给我提供的一组作品 啊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马康 马康这个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北京的这个典型建筑的 就古代建筑的 照片 他的就是作品叫什么 叫不确定时代 不确定时代 因为这些经典的建筑形式 他在各个时代 他都保持这个样子 他也就不确定了 啊 不确定是什么概念 那就是虚的 模糊的 就是不确定的 而每一次他观察的时候 每一次拍的时候 又是非常清晰的 然后呢通过无数次的拍摄清晰的照片 把它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清晰的影像叠加在一块 它又成了一个续的 啊 特别有意思 在画廊里面 当艺术作品 出速 啊 好 这样的作品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是啊 著名摄影师王小肺 啊 他受了伤 出了车后 拍了一张自拍像 啊 顾忠先生评论 他是 虚幅的影像 但是 是最真实的表达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受了重伤 他根本 那时候的相机 是手动对焦的 他无法把这个照片拍清楚 这就是 真实的 啊 所以呢 这顾忠先生来讲 啊 这个评论哈 哈 是 这个 这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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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评论啊 准胀的脸 与他周围的康复器械 在显示他从死亡的边缘 逃离的代价 曾与自己严酷的生命现实 与对视的 的对视 与对话中 哈已经是 开始更深入的了悟 人生的真正合意 并称之为 摄影史上 最真实的自拍作品 你看 虚的也可以是最真实的啊 好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作品 是当代艺术家 王庆松先生的代表作 名字叫 跟我学 王庆松先生 啊 用了 这个 跟我学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来表达 他对于当代的 这个时代的一个认识和理解 啊 这个时代是一个 啊 这个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激烈碰撞的一个年代 产生的我们当代的文化 啊 这个王庆松先生啊 自己扮演了这一个老师 坐在镜头前啊 啊 穿着西装 用的中国 全统文化的 象征性的符号 这种加剧啊 然后呢 黑板上 布满了 当代的文化符号 比如说 麦当劳啊 这个中国的左向世界的口号啊 等等 万里长城啊 这些 这些元素啊 啊 来跟我学 跟我来了解 当代的 这个 这个 艺术发展的 啊 这个文化发展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概念啊 啊 摄影啊 这个艺术的表现语言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问题 啊 这 不是一次讲座 能把它表达清楚的 啊 这个需要 大家在 这个 生活的时间中 创作的时间中 慢慢的积累 慢慢的领悟 感悟 才能 啊 才能做到 更好 啊 我讲的 这个 完了 啊 谢谢大家 感谢聂老师带给我们一场非常精彩的关于摄影理论的讲座 喜欢摄影的朋友呢 一定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当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往往不会拍摄了 比如说 不会构图了 不会取景了 甚至呢 不能深入的拍摄下去 这个呀 实际上就是大家陷入到一种摄影的迷途之中 其实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方向 说白了 就是摄影理论的指导 今天呢 聂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很多很多的摄影理论方面的知识 因为篇幅的限制呢 可能呢 许多的问题不能深入的展开进去 那么呢 大家呢 可以根据聂老师讲的这些点点滴滴去下面去思考 希望这些理论知识为大家的下一步拍摄能够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 好 再次感谢聂老师的讲座 谢谢大家